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昨天因為俄羅斯戰爭的新的局勢發展 讓區域的局勢變得更為緊張 因為俄羅斯要吞併佔領烏克蘭的四個區域 經過一個虛假的公投 吞併這四個區域 所以就造成了昨天雅股跟歐股全面的一個走跌 雅股昨天少折跌2%多折跌超過3% 台股中場也收跌360點 坎在昨天最低點作收創下波段的新低 還好到了晚上 美股倒是為了對這個俄烏的一個局勢緊張 沒有做出太大的反應 其實美股也連累了好幾天 結果昨天就普遍性的一個反彈 四大指數 Fayban NASDA Dow Jones S&P500 全部都做一個反彈的一個走勢 但反彈幅度其實一兩%其實並不算多 以最近跌了這一個月來說 反彈幅度還是有限 但至少他就說他打笑就說 怎麼國際股是輪流連環性的一個破底的一個預期 所以雅股今天表現就比較好 上海 韓國 日本 恒生 早盤就開高全部都做一個反彈 但當然反彈力都不強 所以台股也是一樣 早盤一漲 氣勢如同先漲185點 結果兩個小時之後就一度打到平盤 甚至指數一度翻黑 變成下跌3.5點 還好其實也已經沒有什麼新的利空了 你說升息其實就是一個既定的方向 然後戰爭他也一直都在那邊 你說沒有轉好 大幅度的轉壞 看起來普京可能虛張聲勢的成分比較高 所以沒有一個新的利空之下 美股台股都已經連結一個月了 今天就開始做一個小幅度的反彈 中場是漲68點收13534點 當然我的結論 我先講結論 我認為最近行情它還是會來回正來回打 因為融資的部分 像維持率降到一個比較危險的位置 當然金王會他的昨天發了一個新聞稿是說 現在離所謂的全面線段都還漲 我相信是如此 但是你如果很仔細的去看一些個別股票的跌幅 你會發現說 一堆電子股的股價都已經跌到 剩下高檔 maybe連三分之一都不大 所以你看整體的一個融資追角的壓力可能不大 但很多股票它持續在破跌的過程 已經跌到剩下高檔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價位 各股斷頭停損的壓力確實一直都存在 所以這兩天再加速趕底的過程 融資很明顯就降下去了 在前天是大砍66.95億 幾乎67億 大前天 前天小減了3億 然後昨天再砍了48億 所以大概連續三天 融資就砍了128億 其實並不算不少 所以就是說這個融資其實 指數不破底可能大家還願意撐 指數一破底 那種恐慌性的那個賣壓就會出來 那因為現在大家的融資為止率普遍來說都不高 所以盤中只要有風吹草動 我認為那個震盪都很大 所以我就說最近 雖然說短線低點 maybe就在這附近 但因為融資水位來到一個相對低檔 但是還沒有做非常大幅度的融資清洗 128億還算多 但你真正融資在低檔出現一個所謂的斷頭大換手 常常要超過200多億以上 所以現在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所以最近有可能因為融資水位來到一個相對低檔 所以它會在那邊 維持率然後相對低檔 它會在那邊來回震來回席 所以最近我認為仍然震盪難免 這是從往面的部分 然後資金面 其實是這一次 不要說台股 亞股 歐股 全球股市 為什麼股會雙殺資金面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聯總會 當初經濟不好 它就給你瘋狂QE 所以那時候各國央行就說 美國以零為貨 印了那麼多鈔票 造成大家有機會 可能會通膨 美國不甩你 鈔票一印再印 不斷地把錢灌到市場裡面去 那錢就外衣到全球市場 所有東西都漲上來 就造成今日的通貨膨脹的局面 你不要說烏二戰爭是主要的因素 其實並不是 美國帶頭 一堆國家做量化寬鬆 其實這個才是通膨脹的主因 然後當它發現通膨咬到自己的時候 就不管三七二二十一 矛起來升息 那你有本錢可以一次三碼三碼的升 但是比如說台灣沒有這種本錢 我們就一次升半碼 所以利差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這一天我看了一下 銀行定存的利率 美元最新的定存利率最高喊到大概3.2% 台幣大概1.2 1.3 所以短短一年不到的時間之內 台幣跟美元的定存利率差了超過2% 所以為什麼英鎊也大扁 人民幣也大扁 日元扁到大概歷史新低 然後台幣也是扁個不提 就是因為那個利差太大 所以大家為了避險 就先把股票砍掉 先回到美國 再怎麼樣多賺幾% 就已經穩贏不賠 那更何況 全球股市目前都比較弱勢 持股不動可能會跌 然後利差又擴大 未來換回到美金的時候 它又會吃虧 所以不如370 不管370先砍再說 全部回到美元 所以造成全球亞洲歐洲 全部股會雙殺都是如此 台灣只是這一個大趨勢中裡面的 一個小市場而已 沒辦法在這個所謂的大的趨勢之外 那美元今天還是強啊 還是持續的往上 但還好還好 美元的部分 昨天一度創波段的最高14.778 但昨天是沙尾盤 所以今天即便是再往上 但目前暫時也沒有再創新高 就代表昨天那個創高的拉回 是不是告訴我們說 就美元走勢短線的強勢的滿足點 或許是不是在這邊已經快要浮現 然後台幣的部分也是個觀察重點 今天是小扁 小扁 抱歉小幅度的升值 然後 這一波貶值的最低點是在 今天是 禮拜四 禮拜一的31.9元的最低點 然後昨天跟 前天跟昨天跟今天 都沒有在扁破 波段的心地 所以是不是代表 就是說 這一波 這一波 大家全球資金瘋狂匯到美元的 這一個 趨勢 每比在世界各地 有戰告一個短線的高峰 所以包含最近貶得非常兇的 我記得大概20年前吧 那時候 20幾年前 我們去歐洲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抱歉英鎊最多的時候是50幾 甚至到60美元 對台幣是1比60 那那時候 對美元台幣是1比30幾 所以英鎊對美元來說是幾乎 以前曾經是接近1比2 1比2 但現在 美元對台幣是接近32 我早上最新看 英鎊對台幣是34點多 幾乎只是快要拉平 也就是說美元太過強勢 世界各國的貨幣全部對美元大幅度的貶值 英鎊最近也是暴跌 但最近也只穩 所以代表就是這一波資金 快速的 潰逃到美元的這個 這個短期的這個趨勢 看起來已經 稍微高一個段落 那這個 就是股市反彈的機會 這就是股市反彈機會 所以這禮拜 度過了非常慘淡的一個禮拜 亞洲股市 歐洲股市大概都是如此 下禮拜看起來有機會 有機會 當然 融資 正在做一個 加速的清洗 所以很多股票可能震盪會很大 所以我在文章中我就說 過去這幾天我就說 暫時多看少做 多看少做 但是對的股票 你不要賣在錯的位置 不然後面你會後悔莫及 什麼叫對的股票 就是我說的金蘋果 只要你買的股票 它有最強的數字 或者它後面有非常強的展望 那跟著大盤殺下來 這是大家都一樣的事情 你不要跟著去亂砍 那如果說你是融資 我就沒有辦法幫你做決定 但如果你是現股 而且是非常非常本質非常好 而且後面是強定成長的股票 這邊忍過去 我認為一兩個禮拜之後 你應該就都會賺錢 所以終究還是要回到選股的本質 堅持是買金蘋果 金蘋科盤中 一度的再來到這一波的最低點 274.5 殺破底之後 又很快的又翻紅 尾盤有一些當中賣要打下來 小跌6塊錢 但基本上說IP股今天大致來說 都已經直穩 因為昨天 應該是風暴中心的力望 在連續三四天的時間 投信賣了一堆股票 那昨天台積電 有新聞報導傳出說 Apple拒絕它明年先進製成的漲價 未必要漲個5-6% 被Apple所拒絕 然後新聞也說可能明年 Apple下單減少的情況之下 3奈米的產業利用率 可能最高只會有5成 所以市場就解讀 就是說跟製成綁在一起的IP股 明年的成長受限 所以昨天M3E就跌0百 但真的 Apple產品比重最高的是力望 力望昨天反而沒什麼跌 然後今天盤中一度差一點 差一檔就要亮燈漲 最高來到1190元 投信賣了一堆 台電那邊又有所謂的利空發生 但力望反而可以先拉上來 因為 因為 在利空發生之前 它已經先被投信連砍三四天 股價已經先趴下去 所以先修正的 這邊就先直穩 先做反彈 那反到M3E 金利科因為前一個禮拜 禮拜五的時候還在一個 相對的絕對的高檔 反而這邊做一個補跌 那補跌完畢之後 也回到相對低檔的時候 再來就會跟利望一樣 該上去還是會上去 那金利科比較吃虧是法人的買盤 目前是按兵不動 不像M3E金利科或者是利望 創意四星三不五時投信都在買 他最吃虧就是法人買盤按命不動 因為他們都在等10月3號的營收公告 那投信要買股票 其實他們的條件都很簡單 你只要讓我看到營收 你只要讓我看到獲利 那如果營收獲利帶動靜值也往上跳 買盤就不請自來 但因為現在今天已經禮拜四了 禮拜五然後下個禮拜一是10月3號的 10月第一天的交易日 下午就會公告營收 所以最後這兩天投信 他更不可能會輕舉望通 所以一定就會等到所謂的 10月營收來公告 再做一個決定要不要買 那我也說嘛 我認為合約是已經簽了 跟客戶的合約 基本上簽約跟付款 那不會是同時 合約簽了後面就等客戶的付款 付款之後就入帳 入帳之後後面就所有的開案 或者量產後面就會陸續就會啟動 所以大家都在等看9月份到底會不會入帳 那照過去的慣例都到最後一個禮拜了 我不會對營收做任何的預測 因為那有認跟不認差太多 有認就很多沒有認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近代10月3號的營收公告 那有認的話 營收自然就會非常的精彩 那當然我是其他才有認 那M31 找盤一度也反彈362塊 漲了5.5% 可惜圍盤應該也是當衝吧 殺下來變成翻黑小跌2塊錢 但投信這一波買了很多 昨天跌停板只有小賣10張 其實這個籌碼都沒有鬆動 都沒有鬆動 那8月份我估計可以賺大概1塊半 9月份據了解跟金利科一樣 都有新的權利金的題材 但是認不認怎麼認都是看公司 但是法人這邊都已經有接到消息說 9月份有新的權利金的題材 所以估計10月份之後 營收可以維持在破億以上的高檔 因為其實一來大客戶 call count的產品一直在出貨 可以全力金就照出貨量來做一個認列 然後先進製成的開的量也越來越多 所以說這部分也是一個長期的成長趨勢 那新的權利金如果再進來的話 那10月份的營收維持高漲 我認為沒有問題 那如果未來每一個月估計都可以賺超過1塊錢 那昨天很明白的它就是一個錯殺 因為台積電你說Apple不給它漲價 真的Apple最大客戶是力旺而不是M31 那明年就算台積電漲價幅度比預期小 但目前看起來明年台積電的整個金額貸工的價格還是要漲 因為它在過去這一兩年它漲的幅度相對是最小的 它是最客氣的 所以明年它還是要照比例稍微再漲一點 所以對於這個IP製程的相關的 先進製程綁製程的相關IP公司 力旺跟M31明年還是一樣成長趨勢 所以昨天錯殺必還公道 投信這一波買了這麼多 持股目前也才5.9% 5.9% 2000多張 未來還可以買的空間非常非常大 買了2000多張 股價還在它的成本附近 年底又是一個成長的趨勢 我認為只要這一波的資金的大逃殺 佔到一個段落 指數只要回穩 這些IP強勢股反彈上來 股價又會變得非常的強勢 然後事情也是 昨天很弱 早盤也大漲了6.8% 尾盤漲幅都有縮小 收漲13塊收8.23% 但同樣的投信十股都沒有鬆動 都沒有鬆動 昨天不只沒有賣還小買了125漲 因為你說從現在看9月份 看第四季的營收 9月份我們估計 營收強勁成長的預期不變 因為ABF載板的產能一直support上來 新興的部分 給更多的產能 給更多良率的調教的一個support 然後第四季最樂觀營收要成長50% 這個成長幅度會在今年景氣非常不好的情況之下 它會成為非常突出的一個公司 股價高 市值也高 流動性也好 法人持股已經比之前少很多 未來到第四季 法人要尋找所謂的年底的作帳標的的時候 我認為年季增超過五成的公司 單季獲利maybe要超過10塊錢 像這種公司它都會成為投信的白馬股 會是法人祭底作帳的熱門股 所以這一波的拉回 其實我說實在的是IP股 本來都是成長趨勢 沒有所謂的庫存的問題 九月跟第四季看起來都是成長 大盤太差拉回是都難以避免 但是我們選的都是金銘股 我們堅持買都是金銘股 他們都有最強的毛利率引益率最強的EPS 最好的成長性 就像金銘科跟四星第四季的激增率會最大 最好的市場率 然後這些條件都具備的過程 大盤真的很慘 昨天還跌了360點 大家都跌 但是現在比的就是說 誰能再跌下來的過程 後面最快把它漲回去 有數字的金銘股 我們手上股票現在很精簡 其實大概就是五檔股票而已 我認為我們市股都有這個條件 所以我說對的股票不要賣在錯誤的位置 現在只要你多看少做個幾天忍耐過去 下個禮拜我認為就要海過天空了 先進廣告我們等會再聊其他股票 歡迎回到現場 那全球資金的大逃殺 那全部歐股亞股都大賣股票 要逃亡美元的這一個大逃殺 看來在這個禮拜 從匯率的角度來說 有可能到一個短線的最高峰 包含日元的走勢 英鎊走勢 台幣走勢 都在連扁到一個波段的追跌點之後 在這邊都已經稍微止緩下來了 那各為央行可能都也會有一些 所謂的干預的一個措施 所以如果說這個大逃殺 它暫告一個段落 就是各個股市準備要反彈的時候 下禮拜 maybe 歐股亞股美股台股 都有機會做反彈 那這時候如果說 手上的持股 它有非常強勁的營收表現 它有非常強勁的獲利表現 那九月運息樂觀 第四季運息更好 殺下來的過程 自然就會在很快的時間之內 就把它漲回到它相對應的高點 因為它本來就不該殺 是因為資金面的影響 氣氛的影響 從外面的影響 那基本面參加那邊 第四季投信要做賬 到時候要買的還是這些股票 那以金城科來說 昨天大跌 今天盤從最高來到206.5元 漲7.6% 當然尾盤 今天大部分的股票都有一些小賣壓 打下來之後尾盤再稍微收高 收漲6.5元收198.5元 那投信實股完全沒有鬆動 昨天投信沒有買賣 那外資倒是買了275張 那前兩天投信都是買25張跟45張 而且投信實股也是只有不到6% 5.9%還是非常的少 那8月我原本估計賺1塊半 但我剛盤後看最新公告已經公告自解 8月份賺1塊1 然後7月份賺0.86 所以兩個月加起來大概接近2塊錢 9月份目前預期營收會更高更高 而且奶氣價格居高不下 所以毛利率還會再墊高 所以第三季賭定看起來要賺超過3塊錢 那不到4塊3塊錢也是相當不錯 那比價上品的方向是不便 因為上品可能第三季也只賺大概4塊錢 那目前上品都還有330塊錢 但金城科目前已經股價回落到200塊以下 所以價差還有130幾塊錢 所以比價方向不便 因為投信實股才只有5.9% 連6%都不到 所以這就是我說的就是說 未來投信會買的還是這些股票 如果說這一波資金面大逃殺結束之後 資金回流這些股票漲上去是不多 那華星光今天小掌做一個平盤的整理 投信持股也都沒有鬆動 昨天大跌 投信一張也沒有賣 這波總共買了9500多張的持股 在這邊一張都沒賣 所以我認為第四季賺1塊半的股票 這也是年底的作賬股 那大家最近忍耐一下 我認為黎明前的黑暗就快要過去 等到下禮拜回來 股價就會再度啟動往上的公式 那歡迎大家來加入我的小標股的賺案 我會在下個禮拜帶你買數字最強的 買籌碼最輕的法人最愛的股價最標的小標股 今天來電可以想匯級匯費的雙重優惠 祝大家收視你明天再見 請問一下 張靜大家 在下個禮拜 我可以拍攝 閃快 在下個禮拜 可以拍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